In addition to this, General Relativity gives us Gravitational Time Dilation My normal life is wrong time, and now I want GPS Correction 其實我看這個作品就好像一個Live的一個 lecture performance 而裡面其中有一些YouTube的片段其實是解釋這些Physics的理論 而這些片段其實它是做到的那個效果 好像是幫助觀眾去理解這件作品的一個 context 其實在這個作品裡面有一些片段是完全跟科學是沒有關係 我就是很喜歡這些聯想其實是把一些科學的理論去連結到一些生活裡面 我找這些片段很多都不是由一些正統的科學家 其實可能他們都是一些Armature Scientist 或者他們是科學的愛好者 其實他們說的話究竟可不可信呢 這個也都好像是令到我聯想我一直在看科學裡面 怎樣去看時間的流勢這一件事 因為其實科學裡面其實它都會有不同的派別去說 究竟時間的流勢是不是真的存在呢 而這個也都好像是一個疑問我們都還未可以解答得到 那些youtube的video也都會連結到母者他的動作 那其實譬如好像一些母者的擺動 或者可能母者不斷重複這樣轉圈的一些動作 其實也都連結到在youtube片段裡面 其實會有不同的人或者是有不同的事物在做這些這樣的動作 時間在我的作品裡面它不單只是一個主題 其實也都是一個媒介 因為對於我來說 我有時候會去探討時間在我們生活裡面 其實它的位置是什麼 譬如可能是說時間的一個政治性 或者可能是時間和生活之間的那個連結 但是有時候當我去做作品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間是必要要去花的 而那個時間就好像變了是一個我要用的一個媒體 當我去創作一些performance的作品的時候 其實時間就好像變成了一些必要的一個媒菜 但是除了我自己的時間之外 其實當可能是在做一些live的performance的時候 其實觀眾的時間也都參與在其中 其實如果當時間是一個可以令到我們去經驗的一件事的時候 那究竟時間是一個容器 還是經驗是一個容器 好的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